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这次蒋正志上校驾驶的F16战机失联情况 有台湾网友说 向祖国投城去了 大陆社交媒体也有网友说 如果是真的投城了 我们赢中奖千万 蒋正志是不是投城大陆我们不得而知 但这名字如果真投城了大陆 那在社交媒体上一定能大火一把 毕竟蒋正志的谐音就是蒋正志 他真要民事里投了城 岂不是说明他很讲政治 在台军F16战机失联后 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风险 台当局立刻停飞了所有F16战机 这款F16A战机 是1992年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 签字出售给台当局150架中的一架 该款战机从1997年开始交付 服役时间大多是在20年上下 并不算太老 不过最近岛内连续失联战机 以及岛内当局和舆论的状态 我们认为台湾当局和社会 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总的来说 结合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台湾当局的表现和这次事件 我们可以认为释放了三个重磅信号 一 台湾当局陷入迫切 极毒与恐惧心虚焦虑交织形态 这次台军F16战机失联 台湾当局非常紧张 台空军司令立刻到花莲去了解情况 蔡英文第二天立刻给予回应 并且在台湾引发了不小的舆论骚动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 台湾当局当前的心态和过去 已有较大不同 尤其是过去一年时间里变化巨大 从现在台湾当局的状态看 我们认为 一方面 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当局 现在已经有了很迫切的极毒心态 这主要是他们看到 大陆国力和军力不断强大 他们独立的空间和机会 越来越小所致 尤其是2018年后 中美贸易战的初步结果 让蔡当局看到 至少在经济上 美国不能奈何中国大陆 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当局就有强烈的乙武巨统 斜扬自重的冲动与心态 并将其付诸行动 尤其是蔡当局 非常迫切希望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那样他们就可以借特朗普政府 极端敌视中国大陆的政策 而快速谋求台独的机会 为此蔡英文甚至喊出 要做美国印太战略 遏制中国大陆的棋手角色 另一方面 蔡英文当局的心态 又是非常恐惧 心虚和焦虑的 他们的恐惧是 大陆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 而台军与解放军相比 差距却越来越大 心虚的是 由于台湾的实力 与大陆对比差距太远 这使得他们已经越来越没有 与大陆对抗到底的决心 他们现在的心态就是 投机加侥幸 他们的焦虑是 大陆推进统一台湾的步伐再加快 这让台湾当局非常焦虑 另外 美国在大陆武统时 会不会帮助台湾 也让台湾当局内心很彷徨 根本没有找到依靠感 台湾当局的这种心态 在蔡英文身上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 在台军F16战基石联后的第二天 蔡英文对此进行了回应 在回应中 她两次读错飞行员的名字 说话磕磕巴巴 由此可以看见 她当前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在我们看来 台湾谋求台独的唯一底气就是美国 所以我们在进行台海博弈时 气势上需要在西太平洋逐渐压住美国 尤其是在台湾地区的海上 空中对美军施加更大压力 这对瓦解台湾当局 和台湾内部意志和信心 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二 台军在高强度下训练 完全跟不上节奏 台军20多天时间里 失联两架战机 这其实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长期以来 台军训练水平都比较低 装备比较老化 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 台空军的装备和训练上 而是整个台军都是如此 甚至台军的体能训练 都是非常低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台湾经济不行 军费太少所致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台军根本缺乏高强度训练的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 过去一两年 由于台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 台军的各种状况就频繁出现了 一个月内失联两架战机 说明台军甚至连高强度的训练都承受不住 更别说打仗了 所谓以武俱统 最终必然是一个笑话 二是 最近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逼得紧 最近解放军围着台湾本岛进行的系列式振化演习 让台湾当局和台军都非常紧张 伴随而来的必然是台军的训练强度提升 过去训练如散步 如今训练向持续的冲刺 台军的问题就凸显了 一个月内摔两架战机说明了这一点 台军失去节奏 频频出问题表明 解放军的高压政策已经开始见效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只要继续进一步施加更大的高压 台军就不得不进一步提升强度来应对 应对会带来更大的内部问题凸显 这些凸显出来的问题 就是我们观察台军和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视角 我们从这些问题当中可以发现其弱点和漏洞 而且我们通过高强度的施压 可以很大程度上从其内部瓦解其斗志 在我们看来 台军的存在属于割据政府武装 本身就是不易一方 当他们面对解放军的打压 信心越来越低迷的时候 未来需要的时候 我们必然可以一击击溃 甚至他们内部就会起义或投诚 继续对台军进行高强度的施压 有利于我们推进统一 三 台湾社会开始陷入茫然和焦虑之中 在我们看来 台湾在马英九后期是陷入了一种茫然 经过蔡英文四年执政 台湾社会现在已经开始陷入了 更深的迷茫和焦虑之中 这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原因所致 一是军事上 当蔡英文当局不但不再承认九二共识 甚至还不断勾连美国对大陆施压的情况下 大陆被迫不断加强对台军事施压 这种压力实际上已经开始传导到了台湾的整个社会了 其实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需要让台湾方面越来越感受到来自大陆的军事压力 过去这方面做的工作的确太少了 我们需要让他们明白 台湾走哪个方向是对的 哪个方向不能走 这需要长期的军事施压 要让更多的台湾人认识到和平对台湾的重要性 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价值和意义 同时认识到两岸必须统一和必然统一的大趋势 这才有利于我们最终实现最低成本的统一 过去我们对台的过于善意 反而产生了一些误解 让一些台独分子借机把台湾的社会意识环境给带歪了 我们现在应该不断的纠偏 二是经济上 蔡英文正在努力去中国化 甚至经济上都要搞出来一个美谱的所谓新南向政策 面对台湾当局的折腾 我们需要通过继续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合作 继续在经济上用规则压缩台湾的国际市场空间 当台湾的经济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当从台变成趋势和现实 台独势力推进台独的能力就得到有效遏制 说的再直白一点 我们需要让台湾民众认识到台独的危害和当下的现实 这是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统一的进程 这个过程需要我们拿出更多渣渣实实的干货 在我们看来当这些进程不断演进之后 时机成熟了 就不仅仅是一架两架战机投诚了 而是整个台湾愿意投诚的人会越来越多 反对台独的人会越来越多 到那时我们的统一决心一旦下了 必然是摧枯拉朽之事